赶快按下按钮订阅孟田文账 不朽不嫌麻烦 哦哦哦哦 一次次单恋 没有机会给我表现 没有机会能到达一点 哦哦哦哦哦 一点点暧昧 中科都在海淡春天 5 6 7 8 啦啦啦啦啦啦啦 爱情睡醒了 你的眼光终于终于看见我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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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柔沸腾了 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挣扎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 爱情跟上了 逢年过节不怕不怕被关心了 啦啦啦啦啦啦 谢谢你爱乐 我能遇着爱你爱我是最幸福的 喂喂喂 可别又睡着了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爱情 她在哪里呢 来杯咖啡 来杯浓茶 来听我说 这次这次一定是 真爱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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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睡醒了 你的眼光终于终于看见我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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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谢谢你爱乐 我能遇着爱你爱我是最幸福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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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把这次追败了 沿逐回来 赶快按下按钮 没人敢 神机毕了 神机毕 你干吗跟踪我 你给我闭嘴 别拍了 你来说 怎么回事 我们只是收到消息 说艾瑞克跟我的公主 参赛选手在这边约会 我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艾瑞克呢 艾瑞克呢 对啊 对啊 原来如此 如果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是艾瑞克 那明天娱乐版头条就是它了吧 是不是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等一下 相机留下 不行啊 这相机可是我们的生命啊 对啊 对啊 我们就靠点吃饭的 是啊 那就对不起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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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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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就回来了 快现在怎么办呢 相机也没收了 太多份了 照片也没有了 怎么办呢 记者 怎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出现在这里啊 这一点都回来 我们都给你 Dry gek 你把你抓住 我上去把你做了 你把我做的 我做的 你把你做的 我做的 你把你做的 我做的 但是你主角的位置 你别说得我好像 做了什么卑鄙肮脏的事情 我堂堂正正得到机会 堂堂正正争取 哪里值得你指责啊 倒是你 无缘无故的出现在我面前 每次还换我的事情 这次我连最后的机会都被你毁了 你在干嘛 这是相机 很贵的你不要扔好不好 你干嘛要这样 你如果不要的话 你干嘛非得扔掉 你可以给我啊 就算照片拍到的不是艾瑞克 我也不能让这种照片流出去 这是最后一台了 你不要扔了好不好 就算是留给我 让我卖钱也好啊 这么多相机加起来 应该可以买一架钢琴了吧 钢琴 这么高雅的乐器 像你这样为了一点点钱 一点点出名的机会 就出卖自己的尊严 践踏别人的名声 你有什么资格弹谈钢琴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 我怎么这样去否定别人的梦想啊 是 我是没钱 也没背景 也不会弹钢琴 但是那又怎么样 你就不能让我做一下梦吗 就算做梦也要用高尚一点的方法 而不是用这种低级手段 我哪里有低级啊 算了 跟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不 喂 喂 干什么 你要怎么可以 把手机给我留下 交易结束了 好 把戒指给我 帮我 别别亲吻 浪花 你傻挣扎 今时眼角刹那 我这眼泪 恨不清扬 看来我错过什么好奇 喂 喂 又疲倦 付出爱的代价 无力自打 心放不下 勉强 爱的营却 变成时差 爱情不成玫瑰花 爱又不完的惩罚 快乐要不解呀 随时时针都会在乱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好戏 真是 我怎么觉得那个女孩子 那么像小贝 像什么人呀 喂 喂 把戒指还给我 把初吻还给我 这可是意大利名设计师 为真爱定制的结婚戒指 这可是我一生只有一次 要留给我白马王子的初吻 初吻 你为了一点名利 就把自己卖给绯闻 这叫什么初吻 这是你第几个初吻 这就是今天的初吻吗 你 我再说一次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东西 你有本事自己拿回去啊 还有不忍的惩罚 快乐要不解呀 随时时针都会增长 你会找的爱想到吧 伤过给一个说法 碰了才能更快乐 当心还好休息一下 碰了才能更快乐 当心好好休息一下 我握不住的沙 放下也罢 我握不住的他 放下也罢 为什么放弃啊 我真搞不懂你的人生 又巧又骗 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啊 又不是我不还给你 是你自己没有把他拿下来好不好 凭什么我要觉得羞耻 受害人并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害我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连钢琴都成了泡影 你还害我被你吃的豆腐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要吐 因为你自己的愚蠢 把这种贱不得人的事情搞砸 现在还怪在别人身上 还有 我很想弄清楚 到底是谁吃谁豆腐 当然是你啦 像你这种把自己 卖给绯闻的人 你还会在乎被别人吃豆腐吗 我现在懂你这枚戒指 一定很贵 但是我的机会和我的钢琴 比这个更贵重 再你没有给我做出任何补偿之情 我是不会还给你的 你想清楚了 再到好再来找我 看这笔账到底怎么算 我想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去找你的 是法院的船票 你怎么这么失败 你怎么这么失败 搞砸了考试 没了钢琴 也永远成不了公主了 还竟然被那个人 刘晓珮 刘晓美 不准哭 你不可以哭的 一个吻而已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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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干什么事呢 连人都分不清楚 演什么戏 不要告诉别人说是我让你做的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听见没有 我 我 喂 还没有讲话就挂了 干嘛不让我讲话吗 爸爸 我好累啊 你背我回家吧 妞妞累了 来 爸爸背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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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稳了 哎 哈哈 我也有梦见你 叫着我的名字 你说我是山里的孩子 梦中的宝贝 我也好想让爸爸背背我 爸 我好想 可是你在什么地方啊 你还好吧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正好来逃里村有点事情 结果就碰到了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很多倒霉的事情 那你呢 你好像也不太开心的样子 我也不开心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眼睛都是笑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 你虽然嘴巴在笑脸在笑 可你的眼睛并没有在笑 看来我的眼睛退步了 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我家就在前面 我自己可以回去 前面 嗯 哦 对了 你家就是逃里村的 嗯 拜拜 拜拜 哎 小白 哎 有些倒霉的事情呢 不一定是坏事 说不定会有转机呢 嗯 拜拜 拜拜 哎 我现在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我到底错过什么了吧 不是错过 是我帮你躲过了一劫 顺便提醒你 要玩可以 挑一下对象 省得萤火自焚 你是说刘小辈 那你呢 你连挑都不挑 就认定是你想要的吗 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比你清楚 管好你自己吧 今天是你想要的 麻烦你认真一点 不要老是让别人为你担心 难道你担心我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手机给我 现在才想起来吗 马克 对 我跟纪如风在一起 什么 求颜提前召开董事会 否决开发案 看来抢劫电脑的人一定是他 好 你们做得很好 明天一早派车到桃李酒店 来接我 我明天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 顺便跟知情说一声 就这样 顺便 正式交代完了 难道你就不用亲自 和知情说一声吗 我做事一向准时 从不识别 这一点知情最清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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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当事的那个人吗 保安 什么事啊 没没没没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你这次不闹事 不不不不不闹不闹 饭还是要吃的嘛 求副总好 好呀 求副总 求求副总 求副总 哎呀 你是求副总对吧 我是桃李村的村长好人员 能碰到你真是太好了 想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 我想见见你们的 向总经理 我我我知道 总经理都很忙 可是我们村子的事情也很急啊 哦 总经理不在 不过我可以做主 真的啊 跟我来 哎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哎呦 大帅哥啊 你起得好早哦 你是在夸我 还是在损我呢 哎呦 那哪敢呢 多睡才好呢 特别是像你这种超级大帅哥 睡眠是保护皮肤的 哎 不像那个客人啊 天不亮就被小车给接走了 我告诉你啊 这有钱人哪 更是劳碌的命啊 对吧 好好好 你坐会儿坐会儿啊 啊 美神 有没有好吃的瓜子啊 小蝉猫 是不是又要去拍你们神老师的马屁哦 什么叫拍马屁啊 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应该的 好好好 应该应该 呦小宝真乖 等一下 那 给你 谢谢啊美神 哎 对了小宝 我昨天 在这个酒店里好像看到你姐姐了 她可跟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什么好像呀 那就是我姐 什么男人啊 那是大明星安瑞克 我就好像跟她拍戏呢 拍 拍戏 对啊 哎呦 开什么玩笑啊 你姐还拍戏呢 大明星 跟死士对战呢 这次不是演死士 是演冠琴佳呢 哦 不是啊 猴旭集团吗 啊 他们在学现场变的女主角和艾瑞克合作呢 哦 我姐还通过了出示人家导演让她演的 哦 可是 那个男的不太像大明星 都像个富二代 啊 美神 你好 哎 哇 人大明星都不认识 哦 人家艾瑞克好有姨妈 很快我是大帅哥 哦 不是错误 是我帮你躲锅一姐 哦 哦 小宝很棒哦 真乖 哎哎哎 你姐 是刘小辈 啊 你是姐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上次在豪丽大门口见过 嗯 嗯 不记得了 您是我姐吗 认识啊 因为我就是艾瑞克 啊 你就是艾瑞克呀 艾美长艾美长 你看我没有说错吧 老婆三 哎 哎 嘶 嘶 我不想被别人知道我在这里 你懂她 嗯 你姐在哪里啊 你不会是在这求我姐吧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觉得你姐挺好的 真是太好了 我姐长这么大还没看过亲爱呢 是吗 其实我怕她嫁不出去 你一辈子会欺负我 你真的在去解她吗 快点告诉我啦 你姐在哪里啊 她去城里了 她想求求老板看看那个钢琴 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钢琴 对呀 我们学校好不容易才听到沈老师的 如果沈老师没有钢琴的话 我们就上不了音乐歌 沈老师姐要走了 我不想要沈老师走 不过我学说了 她一定会弄到钢琴的 那你姐有什么办法 有啊 要是我姐当了公主 她就拿到一万块钱的奖金啦 我们就可以买钢琴 你是指我的公主的海选吗 什么你的公主 是我的姐姐 啊 你的姐姐 你的姐姐 哎 对了 那昨天晚上那个 考试是怎么一回事 我姐说了 导演给她一次机会 你和她表现得好 我们就可以重新见全生命了 父亲 给我 啊 哎呀 先 我 说 叫 这位 相信各位董事都知道 这位就是桃李村的村长 叫什么名字 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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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员先生带着村民到我们集团门口静坐 这个行为 对我们集团形象来说伤害非常大 好人员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所以呢我特别参加紧急会议 希望各位董事举手表决 否决掉向总经理提出的桃李村开发计 等一下 各位董事 总经理已经联系过我 说他今天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董事会 还有 他在会上会向大家展示 桃李村开发案的可行性数据资料 希望大家本着对总经理一向的信任和支持 给他一点时间 总经理善离职守 弃大家的利益于不顾 连这么重要的紧急会也没有了 你让我们怎么继续支持 怎么继续信任 沐总监 是 求副总的话也没有错 今天的董事会 向总经理他为什么过来参加 是啊 是啊 这么大的项目 向总经理不出席不合适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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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董事 既然总经理无法提出相关资料 那我建议否决这项计划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谢谢你替我参加董事会 对不起 辛苦 哪里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就做 不该做的就别做 我的电脑啊 应该不是很好修复 对不起 各位董事 原谅我的迟到 我知道公司所有业务 都有董事会做监督 但我请你们别忘了 总经理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如果你们想要讨论新的策划案 或者否决掉任何事情 我想都应该好好地掂量一下 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 向总经理 能够看到您真是太好了 我们桃李村的事 好村长 我知道你今天来的用 如果你不想让我拆村子 那你却得让我看到 不拆村子的好处 好处 各位 这就是我要说的 关于桃李村的改造案 我知道大家还有些疑问 我也觉得时间有些急 因此 我有一个新的机会 一个月 我决定再多给你一个月时间 只要你桃李村 能够想尽办法在一个月之内 让我看到 即使不见度假村也能有收益 就算他的收益 是我们天堂梦度假村的百分之一 我也可以撤下我原来的机会 真 真 真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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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总经理 等一下 延期一个月 这案子你当初执意要执行 现在说言就言 为什么不能 你不是一直对这个项目心存疑虑 不希望这么快动工吗 可是 可是我打乱你的部署了 各位董事 你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见吗 向总经理 不认识 对啊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推进的 如果你有自己的计划 并且桃李村的村长也同意的话 我们没什么意见 不认识啊 这样的话我们也没什么说的啊 就说是 是 是 我方的条件已经拟好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就签正式的额约 谢谢 谢谢 我们桃里村的村民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向总经理的大恩大德 谢谢啊 谢谢 希望不是更加恨我 是啊 是 不是 延后一个月 难道就可以把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吗 向天琪 你行 您好 向先生 这是您定制的戒指 一个小时以前才刚刚送来 您对女朋友真好 这么昂贵的戒指 您每个礼拜都送一只 没有跟上次一模一样的吗 很抱歉 那枚代表着真爱 全世界才只有一枚 这枚戒指很神奇 它能帮你找到真爱 只有你遇到真爱的时候 它才能牢牢地 套在她手上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东西 是你自己没有把它拿下来 好不好 谢谢 你快点 你你可不是 那你自己没有 那么小女孩 都不是 你呢 你给他 老板 你什么呀 你呢 小姐 你呢 你呢 快点 不管这架钢琴 一定要是我的啦 讨厌啊 你帮帮忙吗 老板 我就是你卖给我 好不好 我是不会放手的 虽然我不会弹钢琴 可是我们村里的沈老师 弹得超级好的 我们村的孩子们 好不容易再探了 这么个音乐老师 要是这么走了 以后就更不会有人来了 小姐 我也很想帮你 但是我也要吃饭的 小姐 我是生意人 又不是慈善佳安小姐 放手 你 救救你 那 那 你要不就答应我 我现在去筹钱 你现在帮我把这个留着 等到我存到钱以后 你一定要卖给我 好了好了 我答应你啦 我去筹钱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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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受不了了 老板 先生 您好您好 要看乐器吗 随便看 不了 我请教你一个事情 您说您说 刚才那个女孩子过来干嘛 您说她呀 她就是来我们店里买钢琴 都来了好几次了 自己又不会弹 说是 说是要给他们村子里的孩子们 买一架钢琴 但是又没有钱 说实话 我倒是真想卖给她 可是这个 可是这个价钱 我是真的已经给她降到最低了 当了公主之后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会有很好很好地工作 对了 最主要的是 我还可以买到 钢琴了 你害得我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连钢琴都成了泡影 原来她去做那件事情 真的是为了买钢琴 先生 先生 他想买哪台 就这台 总经理 花店已经确认过了 一切都没有问题 另外 金如风董事说 他有事情找你 好 我知道了 你看 穆总监来了 你看 总监好漂亮的 就是 穆总监 是 穆总监 穆总监 给 给我的 嗯 从小就认识了 没有 穆总监 到了 的是 不 是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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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办公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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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人找到真爱 那你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你 自从遇见你 就连烦恼都比从前有趣 自从遇见你 你是我的唯一 认识你之前 世界是一片黄圆 认识你以后 世界变成了乐园 时尚天盘 童风 你忘了你还有我 七岁时 我们第一次见你 我们从小就一起唱歌 终于藏审 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你 到你 无论我跑到哪里 躲到哪里 你好像都能找得到我 当你关注一个人的时候 你总能猜到他在哪 我知道 你最爱是肉松蛋绝 我知道 你最讨厌别人撒谱 还是你最了解我 我是世界上最了解你的 你要离开了吗 我之前 认识你之前 世界是一片荒原 认识你以后 世界变成了乐园 世上天安排 你和我相聚在了别的时间 你爱上我 你成为必然 自从遇见你 什么事找我这么急啊 不像你的作福 看你的样子 似乎求婚成功了 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但是结局怎么都不会改变的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希望你可以换掉这次合作拍摄宣传片的导演 这不是应该找知情吗 只有你心里清楚 我为什么要换掉他 看来你已经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事 没错 但我不会感谢你 因为你不应该出现在那边 你昨晚应该和知情在一起 而不是刘小辈 所以你认为我应该道歉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作为宣传我能容忍导演的行为 但是我不能容忍他随便见他一个女孩子的梦想 那也是他自愿 所以说你这种人不明白状况 可你像天启也不明白真相的时候 我自认为我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 是吗 你以为你了解每一个人 但是你了解你自己吗 你能告诉我 像天启是什么样的人吗 连你自己都无法评判自己 你凭什么去评判别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你跟那个导演一样 践踏了一个女孩子的梦想 我的下一步计划开始 订婚仪式定在我的公主海选的第二礼 你和知情婚后的财产分配 够了 我牧之前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你的心 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的 你干什么 除非你把初吻还给我 我还你 不是穿成这样就能成为公主 而且沙利是不可能变成钻石的 赶快按下按钮订阅孟田文唱 来不及说了 总有一个人 是心口的朱霞 想起那些花 那些霞 眼泪落下 只留一句 你现在好吗 只留下 你现在好吗 也在我上 也在我上 买的 也可以 操作 一套 我一个不太想 有一点 您想起来 好吗 小辉 我說我忘了 不痛了 那是因為太愛太懂了 笑了 原諒了 無謂你也值得 你的快樂 告訴我 現在放開雙手是對的 別管我多捨不得 如果愛忘了 就放她走吧 那是幸福啊 讓她替我倒打 如果愛懂了 承諾的代價 不能給我的 是完整給她 如果愛忘了 你還記得嗎 嗯 我剛才還記得 我會讓你 我祝你 讓我再找你 我會讓你